大家好 我很长时间没更新了 将近三个月没更新了 那我在干什么呢 并不是因为我不旅游了 或者说不干这个了 不拍视频了 是因为我最近在新疆 你们应该看到我前面是在新疆旅游的 在新疆旅游呢 这边开始出现疫情了 就是那个新冠疫情 很多国外的朋友可能 不太了解我们国家的防疫政策 尤其是新疆这边 我作为一个外地人 我一开始也不太了解 然后我接下来就来说说吧 首先我是被封闭 这边叫静默封闭或者封锁或者居家 反正就是在这个家里面 房间里面 在我租住的这个大概四五十平的房间里面 到现在今天一共是78天 我是从8月4号开始 8月2号通知的 当时不能出小区了 然后8月4号就不能出门了 一直到现在 总共就出了 当时十一国庆节的时候出了两次门 因为这样的原因 所以导致我没有办法去更新这些旅游的视频 就是一直被关在这里嘛 然后我拍一期这个视频也是让大家可以知道一下 现在我的近况 然后新疆这里包括西藏整个一个就是因为疫情的一个状况吧 这个视频我只能在这边发其他的网站 它是发不了的 我只能发一些日常 如果说大家想看看我这段时间的日常的话 可以去其他的视频网站看一下 基本上国内的主流的视频平台我都有号的 你们可以去看看 在那边的话就是我只能发一些日常 我不能说疫情也不能 反正有一个平台他给我那个评论也禁掉了 人家问我你在哪儿呀 我说我在新疆伊犁 这字打不上去 然后我当时进来的时候是一个光头 现在头发已经长那么长了 我有很多天没洗头没洗澡了 这边比较冷 你们看我后面的雪山 雪山上面它已经全都是雪了 之前还是草原的 好吧 那我接下来我分两个部分说一下 首先第一个部分就是我所亲眼看到的 然后我所接触到的一个事实 事实就是当时新疆伊犁这边 他发现有感染的病例 然后从8月3号开始 从8月3号开始说吧 8月3号我发现那不能出小区了 我当时从恰西森林公园回来 准备在市里面住两天买些吃的修整一下 然后就准备去其他地方了 就是在8月1号回来的 然后2号3号3号就准备走了 3号我准备走的时候 小区已经用铁栅来封起来了 我说怎么回事 他们说疫情 那我说我要走呀 他们说已经走不了了 但是呢 当时我问了一些这边的负责人 还打了防疫的电话 他们那边说 说这一次是我们新疆精准防控 然后该旅游的还是可以旅游 只是有一些它有风险的地区 会给它封起来 那我说我们小区它是有风险吗 没有是低风险 我后来才知道 这一切的一切都是一个笑话 都是一个笑话 然后就说到4号 4号这边就通知就不能下楼了 然后有一个事情 你不能下楼就不能下楼呗 对吧 你门口安排那个就是工作人员看一下 然后劝阻一下也好都行对吧 他这边晚上锁门 你知道吧 他把那大楼门锁掉 这就非常危险了 然后就说到下面锁门对吧 他晚上把门锁掉 白天弄个人看着那 行那基本上的防疫啊 你把所有人都封起来了 那14天这个病要好的也好了 没好的也拉去方舱了对吧 那应该风险清零了吧 是吧 对吧 好 这是8月份 没有清零 越来越多 越来越爆发 好 那就爆发 爆发 这一个月啊 一个月 到了9月份 9月份的话 当时已经是封闭管理 就是在家里面26天了嘛 居家 他这边给了我一个惊喜 到9月初的时候说 我们楼里面出现了阳性 所有的人是一个月 绝对没有下过楼出过门的啊 告诉我们楼里面出现了阳性 我当时很害怕的 因为带着狗嘛 他们这边还出了一个事情 但是这些事情都不是我亲眼所见 我放在第二个部分再说啊 然后9月份的时候 跟我们说楼里面阳性了 把某一些楼层的邻居拿去房舱隔离了 这个是我觉得一个比较疑惑的点 一开始是低风险的 在后面变成高风险 在后面楼里面出现阳性 新疆伊犁啊 中国的新疆伊犁 然后就在在此期间 我只能 这个怎么说呢 就说平台吧 是平台的原因 好吧 平台的原因啊 因为他平台支持嘛 在此期间 我发关于疫情的这个视频 那平台要不然就是给我 直接删掉 要不然就是封禁掉 要不然就是告诉我 就是不给我推 因为他说我 没有这个新闻类的发布资格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我说我处在疫情的这个中心了 变成了新闻类 反正就是想尽各种各样的办法 不让我去发 你知道吧 基本上有些平台好一点 有些平台做的很绝 有些平台在我 疫情在这边不能动弹的期间 活上交友 给我旅游类博主的资格撤销掉 给我平台给我禁言 反正各种各样的 然后就到了九月份了 九月份的话 他会定期的送些菜过来 送菜嘛 反正我一个人肯定是够吃的 因为我每天现在就是一到两顿 基本上不吃什么东西 但人也没瘦 不知道为什么 然后别的人家 有些人家里面人多的吧 他送菜的量也就那么多 他基本上都饿着 都饿着 九月份打过很多电话 我后来总结出一个规律 打电话过去吧 他就是说 我这边不是我负责的 我也管不了 然后再给你个别的对话 电话推来推去 推来推去 然后你一天的时间就这么过去了 所以说我现在也放弃了 前段时间还说 已经帮我申请了 可以开车走了 然后我之后再打电话过去 又是推来推去 然后在八月底的时候 我打过这边 市还有州一级的防疫的电话 防疫的电话跟我说 一直打过去 他就说快来快来 马上就要清零了 就可以解封了 我说会不会十月份 十一月份还是走不了 他说不可能 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好现在已经是十月二十一号 所以说一句都不能相信 一句都不能相信 十月份的时候 十月份的时候 发生了事情 就这个月初 马上要国庆节了 人家其他地方的人民 都在开开心心的过假期 过节 对吧 然后我们还是在这里 还是在这里 那么怎么办呢 那么大家就非常友好的 去跟这边的社区的领导申请说 我们是不是可以下楼活动一下 国庆节 好这边的领导同意了 说国庆可以去小区活动一下 买点吃的那蛮好 谁知道 我们以为就是可以一直保持这样的状态了 因为小区还是不能进来的嘛 谁知道到了国庆节刚一过 十月九号 十月九号又通知 要关起来 要居家了 要居家不能下去了 不能下去 这一次的话 他们明面上说是七天 但是这边已经都不相信了 果然 关到今天已经是第十二天了 然后在此期间 这个是我这几个月的这个 在家里面的这个 关起来的流程 然后就是还有我接触到的信息吧 几个点啊 楼里面有没有阳性 怎么确定是阳性 还是密切接触者 密切接触者接触的谁 导致他变成密切接触了 因为肯定是接触了阳性嘛 对吧 不知道 不知道 这边就是不知道 不跟你说 然后也没有什么通知 你看楼里面怎么会出现阳性的 到现在为止 他是不知道 因为我们都没有出过门 第二个 国家的政策是14天 他没有新增 那么就要降风险 降为高 降为中 中降为低 我们这边有没有按照国家的政策走呢 不知道 也不敢问 第三个就是封 究竟要封到什么时候 我作为一个外地过来的旅客 我是付着房租的 然后付着钱买的这个蔬菜包 还有就是食物的 其他食物的 他这边最著名的就是蔬菜包 一个一个 你比如说我不喜欢吃洋葱 我喜欢吃土豆 但是他给你一个蔬菜包 你是不能挑的 他里面什么茄子 什么我不爱吃的 都放在一起 你就 我就每次买了之后 我就吃那么几个土豆 就这样子的 蔬菜包 第三个就是 他这边是什么时候解封 究竟现在是 形式是怎么样的 也不知道 然后 我一个视频里面肯定说不清楚 因为我今天脑子很乱 我就觉得 就很难受 然后刚刚上 这边平台看了一下吧 虽然说没什么人看 但是还是有 那么 几个人十几个人看的 我觉得跟大家说一下 省得 感觉我这个人就这么消失了 蒸发了 是吧 最近发不了 等到我出去之后 我还是会继续发视频的 但是因为网络的原因 我在我们这边的视频 我没有办法进行实时的更新 它需要就是要有那个无线网 然后我到了一个地方 然后我再上传 上传一个视频的时间也比较长 因为不是那个网络 不是直通的 你知道吧 好 然后第二个部分 我在后面说一下 就是一些道听途说的吧 是我在这边的见闻 第一个就是狗的问题 我很怕被拉去方舱隔离 因为之前在八月份 刚刚疫情发生的时候 这边就发现一个事情 主人被拉去隔离了 家里面三条狗 全部拖到楼下 直接类似在树上去 三只 他们家三只 成为在这边这次疫情 第一批遭殃的狗 我都很难想象 这事情发生在小白身上 我会做出什么过激 自己的举动了 这个狗出来 从生出来跟我到一直在路上 一年了 一年了 一年多了 现在已经我出来已经一年 要超过一个月了 一直跟他在一起 对吧 我也不跟其他人怎么说话 也不跟其他人玩 我就跟他一起玩 后来你在这里被害死了 是吧 然后第二个就是人的原因 人的原因 你看啊 如果说大家想要去知道一些事情的细节 大家可以去别的视频 或者是去其他的网站去了解一下 我这里说一个大概的 我们人被封在家里面 那么有一些他可能身体有些疾病的 你看嘛 一个是糖尿病 对吧 他要定期注射 注射胰岛素 一个高血压 他要一直吃那个江洋药 还有一个他更严重的 甚至更严重的 他有尿毒症 他定期要去医院里面透析的 其实这些病人呢 他会造成他一个极度的不变 因为不是你想象的 我有个病 我申请一下 我马上就能出去得到治疗 这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 在这边 申请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 你知道吧 你申请了得有人理你 很多急性病 其实是等不了这么长时间的 尤其是他那个就是小朋友 一些小朋友 一两岁两三岁的对吧 而且小朋友他需要摄入的营养 可能跟成年人有些区别 像我的话就方便便买 我第一个月买了24袋泡面 8月份就吃完了 9月份的话就是做菜 自己做菜 10月份的话我又买了一箱泡面 10月份到今天也已经吃完了 我基本上就是泡面弄点菜就可以了 再说一个 我知道的一个就是 比如说你家里面有些人 不是你有事 是你的老家 比如说我老家 就叫我老家 我的所有的亲人啊什么 都没有事情啊 都没有事情 人家有些人老家 比如说父亲去世了 或者说母亲去世了 那我要回家奔丧 或者说父母病危病重了 能不能走呢 不能走 不能走啊 不能走 你不要跟我说什么 能走的 我自己看到的 我亲身体会到的 就是不能走 根本就没有人理你 你知道吧 你不要说你什么去申请什么 你不在这里 你就不要说这些话 你 这边就是外地的 你不在新疆 你不了解这边情况 你说的每一句这种话 都是对这边人民的一个深深的伤害 我虽然不是新疆本店 但是我在这边 就是已经看了很多了 我已经 我已经懂了 所以说这边专制不服嘛 我也是服了 好吧 然后还有就是最后一个吧 说说这个 逻辑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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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个 我认为最最 那个的一个就是 我比如说这边封闭七天 七天的这个过程中 不应该有人上门做核酸 他那个上门做核酸 你懂吧 他做核酸 上门 本来居家在家里 他穿的那个防护服 上门做核酸 做核酸 那不是有一个 就全都有了吗 是吧 他做核酸跟送菜还不一样 送菜是怎么送的 送菜他放到门口 然后那个菜全部碰完酒精 然后那个菜放在门口 放20分钟 过到什么时候 想去拿来 拿个酒精出去 再一喷 再把菜拿进来 然后洗一下 他接触的点 还是比较少的 那做核酸你知道吧 口罩拉下来 然后他那个 有一个 对吧 整个楼整个小区 但反正有一个 那不全中了吗 这是一个很矛盾的点 明明说了要清零 要减少病毒阳性的患者 但是 往往我们把人都放在家里面 他会上门天天来给你做核酸 这是第一个点 第二个点就是 密切接触者 应不应该拉去集中隔离 集中隔离 集中隔离好观测吧 对吧 但是 其实在家里面也挺好观测的 他 这一次 我这一次的病毒在我们这边 是以 无症状患者为主 所以说 他那个无症状 他是会传染 但是无症状的病毒 在人身上 比如说过一段时间 过个15天 他也就没了 对吧 他等于说无症状 他是感染的 那也会变好 他就 他就没了 他不会永远留在人身上的 很多 他如果拉去集中隔离的话 其实会坐那个大巴车 或者公鸟车 有些密切接触者 他其实是事实上已经感染的了 有些密切接触者 他没有感染 那么坐大巴车过去的路上 肯定是如果有一个的话 他全部都会感染的 因为这次病毒的感染 能力非常强 所以说我其实在这边 我每天 不是过着很安逸的生活 我每天其实也是提心吊胆的 我就怕哪天 他就说我是密切接触者 然后拉我去隔离 第一个我去隔离 我不知道我的狗会怎么办 人家是会开门进来的 你知道吧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 我怕我过去我也得了 你知道吧 我在这边 我做了70多天的核酸 我从来没有异常或者说阳性过 我怕我过去的路上我就得了 那你们看我最近其实也挺虚弱的 我之前在外面的时候还挺强壮的 但是在这边躺了那么多天 这个小腿都萎缩了 大腿都萎缩了 整个人抵抗力肯定是比较差的 加上新疆最近的天气已经是很寒冷了 所以说我也怕得了之后 突然间给我来个重症啥的 这不是那不是送我上这个去隔离的大巴车 那这是送我上林车 是吧 你看我所有说的这些话我已经说的很委婉了 但是就是这些这么委婉 这么善良的这种话 我居然在其他的平台全部都是不可以发的 我不知道我为什么不能发 我没有说任何就是不好的地方 对吧也没有说任何 我都不知道为什么呀 我觉得有时候很想不明白 如果说这边的防疫政策都是很正确的 都是很规范的 那为什么不能说呢 那如果说是不规范的 那么早点改呀 已经关了这么长时间了 还不要改一下吗 我给你们看一下 这就是整个小区呀 看见没了 一个人都没有的 宛如漠室对吧 是吧 是吧 然后你看每栋楼的前面都有一个 穿着蓝衣服的 这个志愿者看着的 对吧 后面的雪山 所以说最近真的挺难的 如果说看到这个视频的朋友 也是帮我点个关注支持一下我吧 我等到这边能出去以后 也是 我估计啊 我这边出去以后 路上也会比较艰难 因为现在全国都在疫情 也是在 我觉得是在进行有史以来 最最严格的防疫的要求 我 我刚 因为拍视频嘛 我把小白关在了旁边的 洗衣服的那间房间里面 他现在出来了 要开始叫了 因为狗 就是这个狗 他也是很长很长很长时间 没有下去过了 还好就是小白比较配合 换成别的狗的话 早就疯了 我看楼里面有一只狗已经疯了 每天半夜就不停的狂叫 今天先说那么多了 我先把视频整理一下 然后 后面我看有什么补充的 我再跟大家说吧 好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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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